两栋相通必有货 123 123 123 大家好 我是大美 今天港海来玩沙了 这个沙好细啊 好闲啊 潮池已经退了 我们要去港海了 走了 Let's go 这个小可可 你看多可爱 老虎似的啊 这个带着 花甲一个 这个这边沙里口湿 冬天港海的话 其实是特别受罪的 正常像我们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些老渔民在捕捞海峡 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那个海水是太刺骨了 现在他们应该是在家就是休息了 这个下地笼的话 还有那个网也是要看好多 照不动了 我的天哪 你看这大一家这个鱼网上面全是鱼 你看 时间惊呆了 你看 123 这一排 我的妈呀 这一排 我的妈呀 这一排 这一排 那边全是啊 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挂满的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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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海上上 天哪 太多了 你看看这个鱼塞 特别新鲜的 过后大爷就把这个收掉了 这个鱼太牛掰了 你看 好像一个飞船一样 马上你就要去海鲜市场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这个绳子上面那黑黑的小东西没有 头都没有 这边黑的一片 正常绳子的话它是这种黄色的 紫菜出来之后就跟这种紫色的 就跟这种黑色 就是现在这个紫菜已经出来一点点了 后面然后咱会慢慢就长大了 很快就能吃了 两栋相同比较 123 123 123 一个屁屁虾 看到没有 好久没有遇到屁屁虾洞了 漂亮 这个 来 皮鲜子一个啊 一看到海瓜子我就 手痒痒 太多了 咋这么多呢 哪天跟穿的来PK 看到没有 哇 太多了 快看我看到啥 这啥 天哪 这个得亏是白天啊 晚上遇到的话就得 吓死了 这个是安康雨 看到没有 长得特别臭 哇 天哪 他这一嘴吃这么多东西啊 但是他 但是他这最后一口也没吃上啊 太难了 这个 这还没臭 回家还能吃呢 这个 哇 看到没有 是不是特别吓人这个 哇 天哪 好恐怖 但这个鱼肉特别好吃 手下 这一碗皮皮虾 你看这个 哎呦喂 哎呦喂 天哪 那这个要弹我了 拿下 你看 这个还得握手 我我我我我我 手拿把架 哎呦天哪 这个弹我手了 气死我了 对 看现在海粒子特别多 你看这个 也被吹下来了 这个太小了 给它放了 感觉天要下雨了 你看已经乌云密布的 赶紧回去了 今天那个 收获最近都不是太好 可能是冬天海鲜比较偏少 一条鱼还有几个皮皮虾 走了回家了 看它大嘴巴里面这个 还有两个牙齿 今天吃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我要吃它的腮 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安康鱼 其实也叫做哈姆鱼 它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名称特别有意思 就是吃软饭的鱼 你们有没有知道 就是为什么它是吃软饭的鱼 它的肝特别的嫩啊 这个给它留着 这个肝的话也是 被誉为海鲜中的鹅肝 这个腮藏得好隐蔽 在这里 鱼腮是过滤器官 上面这个红色是它的血 我们放水里 给它浸泡一下 控干水分后 裹上面粉 热锅倒油 油温八成二 放锅里炸 出锅了 撒上椒盐 哇塞 别说这还挺好吃的 很香 很酥脆 就像炸的那个 炸的鱼 小鱼一样 太好吃了 来 老规矩 走一个 每天 开开心心 先开回去 这个炸过之后啊 这边它那个 有点像那个 炸的小鱼的鞭刺一样 这个就像有点像那个小软骨似的 整个吃起来它是酥酥的 然后香香的 脆脆的 太好吃了 刚刚我问到大家问题是 为什么安康鱼叫做吃软饭的鱼 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 记得在下方给我留言 今天视频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来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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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